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如果你最近呢在选择一个迷你小主机 然后它既是可以办公 偶尔可以轻度的玩游戏 然后呢还需要有双网口2.5G的 然后价格还不要太贵 你偶尔还可以做一个软路由 或者是做一个NAS 那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迷你主机的选择呢 那你呢可以看一看这款吉莫克的M6 它的准系统价格呢 目前到手的价格是1268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款吉莫克的M6 机器自带一个小小的19V 6.32A的120W的电源 这个非常好评 还有壁挂支架 螺丝刀 HDMI线 拆机拨片 那机器的接口呢也是非常的丰富 电源指示灯 开机键 耳接耳麦 USB 4的全功能的Type-C口 双USB 3.2 机器侧面呢是进风口 背部呢一个USB 2.0 一个USB 3.2 DP 1.4 HDMI 2.0 双2.5G的网口 DC电源的接口 下方呢是散热出风口 拆开机器上面的盖子 还有一个小的散热风扇 可以给M2和主板来进行散热 内部呢两个DD25笔记本的内存 两个M2硬盘的接口 无线网卡呢在M2硬盘的下方 我们先来看这个机器的配置 CPU是AMD-JZ5的6600H 6nm的工艺 6核12线程 TDP功耗是45W PassMark跑分19108 CPU-Z单核是592 多核是4515 性能上呢要比i7的11850HE强 但是要比最新的i5的1340P低一点 显卡呢是核心显卡 它的型号是660M 大致相当于N卡的1050独立显卡 和M1的一个核心显卡的水平 硬盘呢机器上自带的是一个 雷克莎的512的硬盘 我又安装了一个1T的SSD 硬盘的读取速度呢 应该是PCIe 3.0X4的一个速度 内存是两个8G的4800MHz的内存 组成的一个双通道16G的内存 有线网卡呢是瑞玉的 OTL8125 2.5G的网口 还有一个无线网卡是WiFi6E的 型号是MT7922 160MHz 无线网卡测速下载呢 是达到752M每秒的一个速度 安装Windows系统待机的时候 在18W左右 CPU FPU烤游机一个小时 CPU温度最高到了88度 整机呢77W左右 CPU的速度呢稳定在了3.85GHz 此时机器上面的噪音呢 是在55分贝 那出风口呢可以到65分贝 距离半米左右的距离呢 可以听到风扇的这个噪音 用红外测试机器的温度 主要集中在散热出风口的地方 那最高呢是52度 像这个小主机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游戏方面的一个表现 那原神1080P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非常流畅的来玩 平均帧数呢是60帧 埃尔登法环的1080P中低画质的情况下 平均45帧的一个水平 低频线51080P的清晰度 平均帧率也是在40帧 英雄联盟肯定是不在话下100帧以上 看来吉莫克M6这款小主机 它的游戏方面呢 那你玩网游的话是非常流畅的 如果你玩3A大作的话 可以做到一个能玩的一个水平 用在工作上 如果我们用剪影去剪辑视频的话 像我目前剪的这条视频 两条4K的视频素材叠加在一起 那显卡占用70%左右 那CPU占用40%左右 那应付像我目前的这种视频剪辑的工作 还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主机上的三个显示器接口呢 正好接我的三个显示器 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不过呢 作为一个挑剔的用户来说 那就是机器上面的这个地方呢 特别容易沾指纹 那当然你喜欢折腾的小伙伴呢 你也可以去安装PVE啊 包括ESXI这种虚拟机 然后去折腾一下这个家庭服务器 也是完全足够的 像这个CPU性能是随便你折腾了 综合来说 吉莫克M6这款迷你小主机呢 这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的 它的准系统的到手价格只需要1268 那如果呢你是以办公为主 偶尔娱乐玩一下游戏的话 那这台小主机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那就是这个手价比较好吗 这个手价比较好吗 那就是这个手价比较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